大家好我是你喵喵哥 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都很纠结 我到底应该选哪个配置的 因为现在的汽车厂价它越来越精明了 入门价9.98万 然后再往上面走都能达到15-6万 也就是说同一款车型才告诉你 这款车只要不到10万就能买到 结果你去现场一看 发现这不到10万的车你根本看不上 里面的配置能够给你拉出十几种 那么我们买车的时候 到底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配置 选哪些配置才是比较实在的呢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首先从性价比解决来说 也就是说哪款配置的车子最划算 那么绝对是最低配的车子 也就是说它所标板的是9.98万 这个入门级的这个车子肯定是最划算的 因为这个车子它所有的基础配置都给你了 你比如说车上最值钱的部分 变速箱 发动机 底盘 车身 这些东西都给你了 跟其他的高配其实并没有多大区别 当然了有些车型可能会分手动 自动 或者说发动机有高功率榜 低功率榜 但是相当一部分车子 其实都是从软性配置 安全配置 电子配置 这些方面进行差异化的定位 所以在变速箱和发动机不变的情况下 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第二点就是安全配置 这一块的配置呢 由于是我们后期加装难度很大 有些甚至不可以加装的 所以我们在买车的时候 一定要多注意安全配置 比如说安全器材和车程稳定系统 这两项非常重要的安全辅助设施 建议大家在选择配置的时候 这两项一定要作为重要的参考艺术放进去 安全器材建议大家最好能够考虑4个 或者4个以上 车身稳定性能最好要有 除此之外 对于经常使用 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些舒适性配置 我们就要去看到的性价比决定了 比如说定速巡航 自时运行巡航 以及车道偏移预警 车道保持 包括现在安全配置里面的升级版 自动刹车 这些配置 这些零性化的东西 加上中控大屏 然后全景影像 后次倒车 这些东西 我们就要根据买车的时候 你的使用情况 以及性价比去决定 因为这些东西里面先当一部分 如果你买车的时候 这个配置没有 后期自己也可以加装的 而后期加装 虽然说可能效果没有原装的那么好 会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成本确实会低很多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款车子 如果你装上全景影像 原厂出产的 可能你要加15000 但是你后期自己去加 这个3600全景影像的话 2000多块钱就能加下来 虽然说比起原产的 会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在后期使用上 并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影响 另外 像座椅通风 座椅加热 后视频加热 等等这些东西 总之 我们在选择车子配置的时候 在动力和变速箱不变的情况下 大家首先考虑的 一定是这些不可更改 不可添加的安全配置 所以综合下来 按照描画的经验 我们想在安全性价比 以及舒适性方面 求这个平衡的话 绝大多数的车子 你买这个中配版 就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了 至于说这个什么 尊贵尊享版 这些版本 所有的配置全给你配齐了 那个价格下来 都可以买两台入门级的车子了 从普通家院来说 确实有点不是很划算 好了 如果你觉得喵哥讲大事在 解决了你的疑惑 给喵哥点个赞 给你关注好不好 谢谢大家